继续来关心中国新闻 广东东莞市恒丽镇村头村 上千村民近日再度围堵在村委大楼外示威 抗议村干部撕卖土地和严重贪污 当局出动全镇警力到场戒备 等天下午警方发动暴力清场 多人被打伤 数十人被当局抓走 村子也呈现被封锁状态 东莞恒丽镇村头村村民上个月月初 堵路示威遭警方武力镇压后 成绩不到一个月 上千村民2月2号再度聚集在村委大楼外示威 抗议的人群中不少是带着小孩的妇孺及老人家 甚至还有坐着轮椅的 恒立镇公安局出动全镇警力 17条村知安员和多只狼犬到场与民众对峙 当天下午3点警方开始暴力驱散群众 见人就打并抓了几十人 村头村的村的村委 治安队防管办公室人员3号透露 目前村子呈现封锁状态 村民不能自由进出 三年前村头村村委以12亿亩强征村民土地 近来村民发现村委以每亩26万转卖给开发商 而且全村上千亩土地基本卖完 愤怒的村民去年12月下旬开始了连续十多天的堵路抗议行动 今年元月3号 政府出动数百防暴警察武力驱赶 过程中有多位村民被抓和打伤 新台人记者雄斌方元 特约记者古青采访报道